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被光天化日之下给逮走 而昨天晚上香港民主党的召集人 前召集人陈浩天 也在吃辣脚机场准备出境的时候 被港警给拦了下来 这显示出香港要面临被镇压的严峻的状态吗 我们今天要好好的讨论 同时也要为香港来祈福 不过在国民党内必须被祈福的 恐怕是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这一对夫妻吧 昨天的韩国瑜 他大清早国政党直播 他说错了话 而这个话反映的是他心中的歧视吗 他在讲到人才的流失 跟人才的引进的时候 他说到凤凰飞出去了 鸡进来了 这个鸡是一个非常非常 引发联想的负面形容 虽然他当场道歉 但是所引发的讨论跟抗议 以及评论却是无法止息 接下来韩国瑜更扯 他到高雄的恰恰的最中场的演出当中 以公众人物的身份出现 现场的观众给了他很大的虚声 也就罢了 他居然违反运动场跟运动员的常理 他送了一支棒球给恰恰 上面的签名 居然是他自己的签名 现在很多人以为他想要跟恰恰要签名 这个是举世文明上的一次逆流 可能会变成国际大丑闻 更别讲郭台铭回来了 郭台铭回来 韩国瑜阵营说要用韩珠配来备战 可能吗 国民党的总统选举里面 从来没有外省人配外省人 这样的对政治现实没有敏感度的搭配 来我们今天请到对位来宾进行深入的讨论 首先为各位介绍的是财经专家徐清皇 各位好大家好 新北的民进党的市议员何柏文 他在香港有很长的时间 今天情绪上应该很受到干扰 副总统办公室的主任人手之一 叶元芝 我们的资深媒体人 非常知道怎么批评韩国瑜的 那个鸡飞来的说的 内心深层世界的龌龊 瑞德 大家好 好我们来看 在球场上面通常是球员最大 这是全世界的最基本的一个文明的道理 而这位工作人物 他是候选人 他进入球场 居然还环绕一圈 被虚也就罢了 他拿着他的棒球签名 上面签的是韩国瑜 给恰恰 在网路上面 所有的棒球迷都生气了 也所有的年轻票 大概现在只剩零跟负数了 这就是韩国瑜 幕僚笨 自己也有问题 欢迎我们高雄人的骄傲 彭正敏 应退前最后一次 以球员身份在高雄比赛 出身高雄的恰恰彭正敏 在开赛前 特别接受高雄市长韩国瑜 颁赠高雄荣誉市民证书 要来颁发这个荣誉市民证书 来给我们的恰恰 光是荣誉市民证义还不够 韩国瑜还特地 再把工作人员叫上场 送上一颗自己的签名球 结果就让现场的球迷 立刻爆出虚声 下面有韩市长的签名球 要特别来送给恰恰做纪念 球迷直接狂虚的反应 不是没有原因 看看网络上 累积一整晚的球迷留言 就知道大家的心声与不满 有网友表示 不会打球的韩国瑜市长 送给职棒选手彭正敏签名球 实在有点奇怪 也有网友说 恰恰的表情似乎有些尴尬 有网友调侃 所以以后是不是 要送Michael Jordan 亲笔签名的篮球 还有网友说 这个球比空白球还没有价值 更有网友表示 正常来说 应该是市长颁奖选手 送球给市府 认为韩国瑜不打棒球 却敢送签名球 实在是自我感觉良好 颁发荣誉市民 给即将引退的中职 巨星彭正敏 原本是高雄市政府的美意 但没想到 却因为一个送签名球的举动 引起球迷和网友不满 让高雄市长韩国瑜 再度引起话题 好上个礼拜呢 我们听到国民党说 要帮韩国瑜成立防火墙小组 可是本周开始 韩国瑜跟他的夫人 已经变成了烧火墙了 要请教瑞德 究竟怎么回事 事实上我个人认为 中国国民党要设一个防火墙小组 现在就算盖万里长城都来不及了 为什么呢 因为实在是遍地烽火 那么以刚刚刚讲 扩姐讲到的这个恰恰 彭正敏呢 他的告退 最后一次在城庆湖棒球场告退 那么高雄市长啊 你是在地的这个父母官 所以你来事实上是好事一件 我相信大家你来都OK 不管是谁来了 那陈其漫了 大家也很高兴了 但他拿那个球的时候 我本来真的以为说是这个 要让彭正敏签名嘛 对不对 像我个人的话 我在收集写真集 我也曾经香港一个女明星 非常有名的关智霖来位 拿他的写真集让他签 意思是一样的 你应该签自己的名字啊 你的写真集签名送给他 问题是 问题是 我没有出写真集啊 对不对 如果我是这样戴的话 好像是关智霖看了以后 蛤 蛤 蛤 对不对 那问题就来了 怎么会上面一个先名球 是韩国瑜呢 昨天晚上我跟我儿子 热烈讨论了一个多小时 是吗 跟各位解释一下为什么 因为我儿子从小就是兄弟相对的球迷 我家里有好多颗 你知道吗 从黄金战士那个年代 三剑克那个年代 然后呢 好多颗的这个签名球 因为对球迷来讲 签名球是很重要 有两种球很重要 一种球是全力打 有没有 你心目中的最棒的一个全力打 打出去的那颗全力打 要拿给这个打全力打人签名嘛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这些 很有名的这些 尤其是彭正敏他的告别啊 那么事实上这个球 签名球就很重要了嘛 那你怎么会来的 嘉宾来的来宾 你把自己签名 我真的没有看过 有政治人物在这个签名球签名上面 为什么呢 如果我记忆力没有错的话 我家里也有一颗那个球啊 那么是我们一个警政署长 那当时他当警政署长 还有刑事警察局长 他们请兄弟相对的这些明星球员 一起来参加比赛 所以在上面签名 这是OK的 那这个球一样是很珍贵 这一样是很珍贵 但怎么会把自己的 我不知道他的幕僚出了什么问题 那么他很可能是不了解 因为我不知道他对棒球好像没有那么热衷嘛 对不对 他通常是念心经 还有喝酒比较热衷嘛 还有打麻将嘛 那他对棒球好像没那么了解 那你要让他知道 事实上你应该让他知道 搬玉那个农玉市民状是OK的 那这个球呢 那么你可以说帮市民要五颗签名球 十颗签名球也OK 但你怎么会 唯一的解释 韩国瑜会送一颗球给恰恰 因为恰恰要隐退 所以韩国瑜也要隐退了 你知道吗 除非是这样吧 一起退球 除非是这样 我不知道怎么帮他圆嘛 那除此之外呢 事实上呢 这个我觉得防火墙是不够的 为什么呢 如果一个要选总统的人 连面对麦克风的勇气都没有 那他怎么当总统啊 不可能当总统 因为以后要当总统 当国政的时候 很多事情你必须面对这个 面对媒体 面对全世界嘛 那其实真正的问题是在 他跟他的太太李嘉芬女士嘛 这几天干的 我们每天 我都说这段时间 我都不敢出国啊 为什么 就算出国的话 我一定会国际卖游 一定要随时看 update 我每天必须要跟上时代 因为他们一天好几道 因为他们每天都 这对金氏夫妻 每天都有惊人之鱼 你知道吗 那对我们来讲 我们是觉得 哎呦 怎么会又来这个地方 又有一个东西啊 但对他的支持来讲 是惊吓 你知道吗 昨天本来搞直播 你知道韩国瑜去年开始的 那个寒流效应 他只要一搞直播 几十万人看 对不对 所以对他来讲 直播是一个很有卖点 很有渲染力 一个影响性的 是 前面都很好 一句话 他本来要叙述说 其实那句话 跟他去年的顺口六一样 人进来或出去 高雄花道台一样嘛 所以他说 凤凰都出去的吧 然后呢 一堆鸡进来 你知道吗 那那时候听到这句话 是不可思议 你是什么意思啊 那后来 后来被人家 现场有人救援他 后来他发了三次的时间 要去 想办法修正嘛 后来还远到什么 我跟你说了一个谎以后 又用更多的谎来说明 后来不是说 我自己属鸡啦 所以我是脱口出说 自己因为我属鸡 你明明在讲的主题 是讲年轻人 年轻人的人才出去嘛 然后呢 一堆 你是年轻人吗 那除非另外一件事情 我也是用刚刚 那个棒球的理论来想 就是隐退的理论来想 除非他说的是 高雄市民啊 没有选中陈其脉 所以凤凰飞出去 你知道吗 所以选上他 所以击进来了 只有这样嘛 跟他有关系的 你要远 只能这样远嘛 你知道吗 在社会新闻里面有一句话叫做暗中出共 没有行求逼共的情况下 进来你先说 你第一次说的话 才是你内心世界里面要讲的话 后来为什么 因为后来发现 哎呦 我这样讲的太坦白了 把我的唤行都供出来 我要开始搬供 你知道吗 所以他打从心里面 看不起这些来自于东南亚的人 我讲真的 对 过去那个菲律宾 玛丽亚怎么当老师 有没有 那句话就是来自于他深层的 因为他脑筋动得很快 然后呢 油嘴滑舌 所以呢 噼里啪啪就出来了 出来以后发现 台湿大条 因为这个有人权歧视的问题 怎么会小看人家 人家 那那 昨天晚上 说来也讽事 不是就去住在人家新住民家 里面要去Long Stay吗 结果取消 呃 因为可能白天那个凤凰跟鸡的事件吧 哼 肯定要知道一件事 我们台湾的政治人物 有时候必须要知道 老天爷给你个机会啊 你知道吗 你要掌握 你自己本身的内涵也要够 否则 就好像以前人家说 当了皇帝 你不是皇帝的利益 穿了龙袍 坐在龙椅上 人家给你跪拜 万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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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头晕了就跌下来一样 什么意思啊 鸡就算披上了凤凰的外衣 叫出来还是鸡的声音 你要知道一件事 所以呢 事实上 如果你是歧视人家 来自于东南亚的人 他们 尤其是很多的新住民 嫁到我们台湾来 帮我们相夫教旨 对不对 然后呢 很多的 比如外籍劳工 或是帮佣 比如说现在其实印尼 比菲律宾的人还多 帮我们照顾我们私能的 或者是 这个已经 已经变成植物人的 这些爸爸妈妈 阿公阿嬷 然后呢 或者是来我们这边 游学 留学 观光 事实上这些人 不分学历 人不是靠学历 不是靠外表 不是靠你赚钱的多管 来定你人品高不高 对 可是 你却用歧视的语言 跟歧视的心态 虽然你否认 但是一而再再而三出来 就跟柯文哲 歧视女性是一样的嘛 对不对 虽然每次讲了以后就道歉 但下次还是讲 不是吗 所以呢 事实上从这个角度来看 身为一个总统的候选人 他是这样的一个高度 这样的气质 让我们觉得非常的难过 另外就是他这个太太李嘉芬女士 因为今天有个韩粉啊 那么到我的脸书的讯息发了一个说 你是打手还是评论员啊 就李嘉芬女士来意思来讲 他那时候买的时候 他又不是这个总统候选人的这个太太啊 很简单啊 那我的标准是一致的 不分蓝绿 有违建的人在台湾超过一百万户啊 对 但是你是总统候选人的太太 然后呢 你自己本身当时还是云林县议员啊 然后呢 你买了以后 其实有违建就违建 没什么了不起嘛 猜就猜 捐就捐 该罚就罚 该怎样就怎样嘛 可是你说谎啊 你说谎说你没有啊 你的主建物没有啊 你那四点声明里面 你说没有啊 而现在正式有嘛 对 那你又在这个时候用这种方式 想说把它切割掉 用卖的方式 还说你是建卖的方式 切割掉 还说人家是可以攻击 可以吗 所以呢 这就是社会大众不能 在这件事情上面轻重你的原因嘛 对 所以标准是一致的 不是因为你是韩粉 不是因为你是韩国瑜 或者是李嘉芬 今天如果是蔡志宜 追踪器如果真有这回事 我们的政府如果真的用公权力 然后用情治单位来追踪 我一样干咬他 一样要有人下台啊 所以呢 到现在我很好奇啊 因为你讲的像真的一样 还有两个国民党议员 当然不是叶元支啦 因为叶元支在新北嘛 对不对 这个台南跟高雄 有阴阳眼的这个 等于说国民党议员 看得见的追踪器啊 对 到底怎么回事 为什么你致电谢寒冰说 有难言之隐 很怪 那这个难言之隐 应该公诸于世 为什么 因为 因为总统候选人 没有私人的事情 所有的事情都要摊开在阳光下 接受全民的检验 告诉我们 难言之隐是什么东西 如果真的有追踪器 就马上拿出来 该扮谁就扮谁 除非是你的亲人 昨天有网友说 你的苦衷是什么 抓到国家机器追踪器 你拿出来你就赢啦 那这个谢寒冰说他不能讲 他打电话给谢寒冰说 我有口中 而谢寒冰说 你们来阵营不要再讨论这件事了 谢龙介跟那个陈丽娜看过的 这个也都闭嘴了 那原因是什么呢 我不知道啊 因为我没有看过追踪器 可是网路上都说 真正装追踪器的都是 原配去追小三 所以才会在车子上面有追踪器啊 你这口中真的是越说 是不是 越描越黑 问题越麻烦呢 更别讲说 你的这个凤凰子 废出去一堆鸡进来 这个话收得回去吗 他不仅是得罪了 移工或是歧视 而是他内心这个世界的想法 实在太有点肮脏 因为大部分的 受过教育的人都知道 鸡这个字 在某种比较之下 它是某种特殊行业 或是对女性的 特殊行业者的歧视 那有人还开玩笑说 他自己是不是常跟这一类的人接触 这是网友质疑的 我们来看 昨天这两句话 你们国政顾问团还敢继续跟 韩国瑜在一起直播 发表国政 现场居然没有人拍桌子走人 国民党人还真是没有是非 我们来看韩国瑜的凤凰跟鸡说 国民党总统参选韩国瑜 第二场国政发表会直播 谈到高阶人才外流问题 韩国瑜却失言了 人才要是一直不停地流出去 只有劳动力进到台湾 这会形成人的问题 凤凰都飞走了 进来一大堆鸡 这也是个答案 不要这样讲 我没有知道 我看来讲 我可以歧视 然后那也是 坐在旁边的前证委员封燕 赶紧拉他的手纠正 韩国瑜也发现自己讲错话 连忙道歉 强调这不是他的原意 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也要吸凤和来 叫竹草引凤 刚举的例子万一不太好 请大家多谅解一下 还希望国外的凤凰 一直一直飞到台湾来 我们创造更好的一个 竞争的条件 跟优势的环境 没有其他的意思 所以我那个举例 可能一时口快 自己数到鸡就想到鸡 一只只鸡飞过来 我希望凤凰也飞进来 是这个意思 会后联访 韩国瑜再澄清自己数鸡 只是一时口快 但言谈中 不经意流露出的歧视意味 让明代们听了直摇头 韩市长之前说过玛丽亚 现在又说一堆鸡 突显出韩市长心中 充满着阶级 充满着族群之间的歧视 我甚至怀疑 你的国政顾问团 就是你的国政诗言团 韩国瑜利用中午休息时间 拼总统 锁定青年议题 抢供年轻族群选票 没想到一句诗言 反而变成负面宣传 韩国瑜自爆不停 这个诗言连连 可是他的笑话 也陆续的上演 他的太太当然也不遑多让 可是这个 彭正敏 人家家乡最终站 他去签给一个签名球 所有的年轻人都反了 王瑞德说他儿子 快气歪歪 整个的年轻选票 他只剩10%以下 现在大概全部跑光了 今天早上他因为 早上请假 所以我们不知道 他签这个球 是不是他也要最终场 按照瑞德所说的 还是他根本都有自恋狂 签一个球给人家 那事实上其实运动员的角色 在全世界各地 都超过政治人物的 那其实彭正敏是客气 他还接受了这个荣誉市民 林沐一郎根本就不要安倍晋三 给他的荣誉国名状 林沐一郎 他在美国打球的时候 他永远都是日本籍 对不对 所以政治人物 这个自己要搞清楚 那这个凤凰飞走了 来了一堆鸡 那当然跟大家联想到 玛利亚变老师 那个时候呢 其实马尼拉的经济文化 办事出的代表 巴纳又也抗议过 也说是有负面意味 那他为什么会讲这个呢 他是说人才不停流出 只有劳动力进到台湾 他讲的就是移工 现在这移工 全部的印尼人 菲律宾啊什么的合起来 其实陆配也有一部分是移工 合起来有投票权的 有三五十万呢 对不对 那更别讲说 他这个到底是庶民心态 还是某种高高在上的歧视心态 这个凤凰走了鸡来了之说 恐怕很难替他自己属鸡 来做原厂吧 对而且你知道 他怎么不说他爱吃鸡肉啊 他爱吃鸡肉 你知道有国民党的人为他辩护 甚至连说他的妈妈属鸡都搬出来了 你就知道说要帮他讲了这个 是国民党人的妈妈属鸡 还是那个韩国瑜妈妈属鸡 我昨天遇到的一个国民党立委 他就是要说韩国瑜讲这个鸡 也没有别的意思嘛 反正呢 韩国瑜说他属鸡 那这位立委说他的妈妈也属鸡 所以看起来这个事情呢 大家都没有恶意 但是你知道这种辩护方式 听一听我们都觉得 这逻辑关系在哪里 好像很奇怪嘛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在他的事情上面 你会发现连国民党人 自己都辩护不下去啊 这就是韩国瑜现在自爆的困境 因为韩国瑜自爆的困境呢 凸显出什么事情呢 凸显出他在社会大学的尝试很丰富 因为喝酒打麻将 这都属于社会大学的事情 但他在这个社会的基础尝试 显然是不够的 面对国政那个难度呢 显然更高 对他来说更遥远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先讲他之前 你看哦 像光是我们讲这个球 棒球的事件好了 大家都知道就是说 今天为什么在球场上 球迷盯着看的时候呢 因为大家都是球星的粉丝 所以我们一定会希望 这颗棒球有球星的签名嘛 那你市长又不是球星 你到现场来 你说你要签那颗棒球给他 这有什么意思呢 你拿个市政金要来签名 给那个球星 这个才像是正常的逻辑嘛 但很显然韩国瑜 连这个正常逻辑都没有 他觉得他是市长 我签个名给你 这就是给你的favor 你看金金体又出现了 你看这个是不是 他就这种想法 这就是很明显基础尝试的不足 那甚至呢 我们怀疑他的基础尝试 还活在二三十年前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追踪器事件出来之后 多少人要帮他讲话 国民党你看 韩国瑜旁边的两个大将 诶 市议员 再加上谢龙健就直接上场 去帮他辩护 谢龙健还说 看到疑似电线在旁边 对 你知道这件事情 在国内的这个圈 尤其是科技圈圈里面 或是玩车的圈圈里面 造成多大的震撼吗 现在要装这种车子的追踪器 监听器 很少用线的 你看他长这样这么小 各位可以看这个图 这么小一颗 是手指这样可以拿着 你告诉他线在哪里 然后这样小小一颗 几千块钱 然后呢 他有同时有追踪器 跟录音的作用 也就是假设 真的有人想对韩市长怎么样 不需要拿有线的东西装进去 这样一颗 而且很多位置都可以放 也不用放到引擎盖旁边去 因为没有人会把它放到一个 会过热的地方 那我们的科技 已经走到这个程度了 怎么会 现在还在讲的是 国家机器监控他的东西 还是属于二三十年前的东西 这个就是我讲的 基础尝试很明显的 他为什么有苦衷呢 他不敢揭发 他怕被怎样 被政治打压 政治迫害吗 那个苦衷 我觉得就是 他对于时代科技的资讯落差 这件事情不懂 看错了 那这不懂 跟人家讲出来很丢脸 所以这个里面就是有一个苦衷 你总不能叫他承认说 这是现代科技有的东西 他说讲的东西 如果是国家机器会有的 那这个国家也很让人家看绿 看错了 第三世界国家 所以我来说 他的问题很明显的是在基础尝试 很明显不足 但是基础尝试明显不足 这也就算了 你现在要选的是总统 总统大家要检视的是国政 知识的足不足 那国政知识足不足 这件事更严重了 因为你会发现韩国瑜的讲法是什么 诗言是很严重 他去针对台湾人才外流的问题 去讲说这个什么 凤凰都飞出去了 然后来的都是鸡 人才流出 只有劳动力进到台湾 这个好严重 对好严重 劣币足粮币 但是他的诗言是很夸张 说出去的是凤凰 都是凤凰 这件事是夸张的 没错我承认 但是他的用词 说台湾的人才不停的流出 只有劳动力进到台湾 这个讲法也不是如此 这个讲法也不精准 为什么 因为就算台湾的人才不流出 你还是需要这些外籍劳动力到台湾来 这个才是事实 因为我们是流出去的是很多是什么 有技术有专业的人才 但是我们很多基础劳动力是不足的 那这些基础劳动力不足 你还是需要外劳进来 所以即便人才不流出 劳动力仍然要进到台湾 所以这个真实的状况 跟韩国瑜的理解不一样 他现在理解是 我们就是劳动力这些高阶的出去了 然后来的都是低阶的 然后来的都是基 所以他不只是失言而已 他的失言的背后 凸显出来的是 他对国政的认知非常不足 所以你会发现 他在跟那个应该是一次前行政务委员 冯燕 他跟冯燕在谈的事情里面 马依旧的爱将 对啊在谈的时候 你会发现他就只抓他能够觉得 能够节选出来的重点去节选 所以他没有完全理解到冯燕到底要讲什么事情 他就先丢了一个 所以我们人才出去来的都是基 就来的都是劳动力 就变成是这样的认知 所以他对国政的认知呢 很有限也就算了 连人家要帮他上课 他吸收的看起来也很有限 那这个情况呢 让人家看了当然觉得很忧心嘛 你在这个情况之下 你不懂没关系 交了总可以吧 啊交了还不懂 那这个就换民众很担心嘛 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另外一个让人家觉得这个很夸张的是 你在正在叙述的那件事情叫人才外流 各位人才外流 到2014年2015年的时候 根据国发会的统计 人才外流已经到了七十二万人左右 那请问这七十二万人 2014跟2015年是谁在当总统 那是马英九在当总统 你现在在讲的人才外流 是在马政府时代发生的事情 那你现在用马政府时代政务官的对策去解决这个问题吗 这是不是哪里让大家觉得看起来是不是怪怪的 所以就变成说韩国瑜现在的问题 是从他本身对于基础常识的认知显然有问题之外 到了国阵的认知也有问题 到了国阵老师教他的认知也出了问题 到最后连国阵团队能不能提出足够 让台湾的民众有说服力都是一个问题嘛 这个国阵顾问团已经变成国阵草包顾问团了 他的这个草包已经没有办法翻身了 那更别讲说他这个所谓的这个歧视 对这里面其实一方面是心态问题 那他从其实2018年选高雄市长之前 他就已经有类似的讲法了 就是这一位说他母亲也是属鸡的这个委员啊 他曾经当着他的面说 让高雄漂亮的小姐对观光客抛秀球 一分钟就可以结婚啊对不对 那个时候呢他的对手对他的批评 没有被他这个形成伤害 因为觉得他还蛮这个蛮cute啊很有梗 后来十月的时候他还说创造一万一个工作机会 就以身相许晚上陪你睡觉 那那个时候邱易莹因为批评他 结果被那个流言啊 据说快百万啊 这个是不是流言韩粉骂邱易莹啊 这个对于韩国瑜晚上陪你睡觉的批评的时候 是上百万的哇身世好高哦 后来在韩这个去年的时候呢 他还对他太太也嗤之以鼻嘛 对不对说是男人以天下为家 女人以家为天下 因为那时候这个啊 有这样一部分的这个说法 那但是啊当了市长之后两次 玛丽亚教英文 然后说进来的都是鸡 那更别讲 他昨天连连演出盛况空前呢 那从那个早上开始 国政顾问团第二次直播 就自己毁了自己 自己报了第一次直播 是被侯友宜嗆一声 何事重启假议题 你们国政顾问团还好意思 在上秀吗 在演出吗 到了晚上跑去给人家彭正明 他恰恰这颗球 给这颗球是犯了大忌 你如果喜欢彭正明的 任何人都看到他 一定是拿球请他签明 这小朋友都知道 更别讲 他也不为这个各种批判 或者是寒流现在 急速崩溃的状态 他晚上取消了他的业数 本来是要跟新住民 他是不是因为怕担心 被揍还是担心 他有什么其他的状况 可是今天早上 他也取消行程 显然是身体状况有问题 这个是联合报所写的 说是身体状况有问题 那今天早上又出现 他的竞选团队的变化 韩国瑜还撑得下去吗 更别讲 他太太的农舍 那个自由时报的 一位前任的资深记者 曾伟珍在脸书上说 按照他的财产申报 他那座农舍买的价格是 八百万出头 不是李嘉芬 记者会说的一千两百万 李嘉昏 李嘉芬 说谎 我们来看 为什么韩国瑜取消夜宿 也取消今天早上的行程 韩国瑜开口先来一句 我们都是一家人要掌声 我们都是一家人 对不对 如果同意的话 掌声鼓励一下 接着不忘亲切喊话 要大家有什么话 尽量讲出来 用炒菜放辣椒比喻 引来现场哄堂大笑 你们等一下有什么话 尽量讲出来 不要怕 就跟越南做菜一样 放很多辣椒 辣一点没关系 不过或许是一整天 行程忙下来 一坐在椅子上看表演 看得出来难免疲累 座谈会结束后 他还前往一名 中国新住民家拜访 虽然被媒体追问 凤凰都飞走了 近来一大堆积的失言风波 但韩国瑜拱手不愿正面回应 而原本打算夜宿的计划 也临时通知 因为身体不适 取消了夜宿和隔天一早的早餐会 好 这个候选人恐怕 真的是一个历史上 从来没有出现的一对候选人夫妻 要请教博文 韩国瑜昨天的这一天的表现 他已经失去了 连当市长恐怕身体承担不了 这个失言连连 无法管住自己的嘴巴 那他这个连棒球的 对一个资深的运动员 因为棒球明星的尊重 都不理解基本的尝试 他还能够选下去吗 我觉得这个韩国瑜 对民主政治要尊重一点 包括国民党也是 看起来这个韩国瑜 到底要不要选 你看韩国瑜最近这些 失误连连 自爆连连 我看这个国民党的民意代表 或者国民党的代表在各个政论平台上 对他的辩护有气无力 讲来讲去好像有时候还 还这个骂韩国瑜两三下 那到底他现在是不是你们这个国民党提名的人选 刚刚这个扣姐又再讲到这个所谓的防火墙 我就想到现在最近这个亚马逊森林 你知道发生这个大火 所以几分钟就烧掉一个足球场 怎么样屁那个防火箱 怎么屁都没有用 因为那个火源源不断从里面一直烧出来 你怎么去屁那个防火墙都没有用 这就让我想到你竹防火墙没有用 每天这个韩国瑜自己从内部不断的 这个爆一些问题出来 你说你竹防火墙竹了再多也没有用 所以我现在看就说 会不会韩国瑜自己在想 看起来郭台铭这样子来势汹汹 搞不好他自己想几个这个退路 让大家觉得说这个身体不适 或者我真的选不下去 我举例来说像很多政治人物 或者说很多政坛人物他退的时候 他就想说找个理由 要么找家庭 要么找身体的因素 你知道我昨天看到这个韩国瑜 发的这个简讯 我吓一跳 他自己发简讯 说身体不适 所以明天早上这个什么原住民的 这个跟这个新住民的早餐会取消 那你怎么会是讲说自己身体不适 而且这个身体不适的理由 用太多次了 一次两次三次你累积起来 是你自己给外界的印象 就是说我韩国瑜的身体不好 你不要去怪人家说去质疑说 韩国瑜是不是身体有什么毛病 不是啊 是你自己包括你迟到 包括你重要行程 delay都是说你身体不适 所以我觉得很多的状况是 韩国瑜恐怕他自己要 要出来面对说 你是不是真的身体不好 然后因为这样子 你慢慢的为你可能的这个退选 或这个郭台铭伸志起来之后 为你自己找台阶下 第二个我觉得这个韩国瑜在选举过程中 也很没有诚意 大家就知道 你看你好不容易 大家想说你要提出一些国政的牛肉 结果你第一场国政牛肉 何事重启 马上被侯友宜 这个亲自打脸 第二场青年政策 你有搞出一个什么 这个相关移工的这个问题 我坦白说其实韩国瑜 特别你是高雄市长 你对于这些移工 你要特别的尊重 特别的有感情 因为大家坦白说 台湾现阶段 如果没有这些外来的移工 来替台湾做很多的基础工程的事情 假设这些移工不来的话 台湾很多 第一个重大工程马上面临问题 第二个 你这些工地根本找不到人 你再有钱 人家愿意再怎么投资 你根本没有办法新建这些重大工程 第二个很多的这些餐厅的 这些基础的劳工人力 马上出问题 第三个 我们现在很多的长者照顾 你要知道 你不要像人家 什么什么玛丽亚 拜托 如果没有这些人来照顾这些长者 我告诉大家 台湾很多的这些长者 根本找不到人手 所以我觉得我们对这些外来移工 不但要重视 而且要特别的尊重 另外 你知道最近他又开了 高雄市又开了一个所谓 爱情摩天轮的说明会 今天有说明会 据说只有三十分钟 这三十分钟不打紧 你知道因为我是议员出身 包括原子等一下他都可以讲 其实我们知道 这个大都会里面 你要找这个招商的机会 其实我们都很重视 但是你要找特别这种爱情摩天轮 是市场的重大政策 市场的重要政策 你要落实下去 那一定是先前的准备工作要做好 我再次举一个例子 就说像我们这个板桥的 这个板桥医院院区 我们决定要把它改建要迁移 那你这迁移之前 你当然要怎么样 要有很多的先起的规划 所以要先花一些钱 去做一些预先的规划 好那我请问爱情摩天轮 这个绝对是绝对是一个重大投资案件 市场重大政策 结果三十分钟的这个说明会 我看不到 例如说对于地址相关的看 探勘 环境环境的评估 交通的评估 未来投资的获利 相关的资料完全没有 三十分钟就好像是行李如鱼一样 那很简单 这个所谓说明会 就是为了应付说 有我们这爱情摩天轮 其实我们有在动 就是这样而已 这全部都是为了他自己的 个人的这个市政 为了他总统大位的这样的一个铺牌 完全没有说真正要落实到市政 所以坦白说 我觉得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觉得我呼吁韩国瑜 我如果说你真的是 你不是一直叫他坚强挺下去吗 不是 可是看起来他挺不下去 我也很希望等一下 叶元支起来 强力捍卫 我这几天 不要说这几天 我这一阵子上了这个政论节目 我就觉得奇怪 这国民党的这个代表 要么就是辩论起来 有气无力 讲到最后好像我感觉奇怪 你到底是执任党还是在野党 第二个就是说好 那种强力捍卫 有一些也会强力捍卫 可是强力捍卫 捍卫不到两三句话 旁边的人就说 你是在说什么 那两三句话他讲不下去 所以我对叶元支很有期待 包括你对爱琴摩天伦 这样的一个一个说明 我希望能够坑枪有力 最好是真的让大家觉得说 韩国瑜是要想 是要真正选下去 而不是说现在郭台铭 感觉身是越来越上海 你知道国民党很多的政治人物 现在其实真的在观望 有吗 真的在观望 寇姐 不是绿营的人在造谣 不是不是 你看曾永泉说 这个看板 这个韩国瑜的看板 赶快挂上去 有吗 你现在去看 有谁挂上去 为什么现在挂上去 万一感觉郭台铭身次比较高 或者国民党又操作 不要说换语 至少国民党有意无意之间 操作气跑 那到底我们要跟韩国瑜挂 还是跟郭台铭挂 你要知道 挂看板很贵 挂看板 尤其现在我就讲 挂看板贵 那个成本 包括他租金一回事 你知道最近 台风 包括最近又讲说秋台有可能来两三个 你知道一有台风警报来 我们的看板要卷上去 卷上去再弄下来又一次工钱 动辄几十面上百面的这个看板下去 开玩笑 那个群举花费可很大 你说现在我跟韩国瑜挂 那未来如果是郭台铭身事比较好 请问国民党的立委候选人怎么办 好 国民党的立委候选人怎么办 可是国民党的韩国瑜现在呢 有人要用朱立伦来救他呢 就这个所谓的韩朱沛 那朱立伦今天早上还说了 成功不必在我 成功一定有我 这什么呢 绕口令啊 你业元支先回答一下 让何博文放心一点 你们的韩国瑜撑得下去吗 一定撑得下去啊 我觉得 撑到哪里去 韩国瑜的民调下党有撑啊 而且我们那一副有撑啊 撑在朱立伦身上 朱立伦这个部分是这样 是江启臣那些青壮派的立委 他们有期待啊 说是不是可以韩朱沛 可是其实他也不一定是说韩朱沛 他是说韩朱河 那当然我觉得他们对朱立伦很肯定 因为朱立伦过去的经历 跟他的学 他的学历或政绩都很好 所以他们期待朱立伦加入 可以让选情更加 你快发达了 不是 但是我必须要讲 我觉得这个朱立伦 他自己到底有没有这个意愿 我觉得听他现在 现在的讲法还听不太出来 OK 你先讲一下韩国瑜昨天一天的 这个非常离谱的表现 就第一个就签名球嘛 那签名球 他是学蔡英文的 因为蔡英文二零一六年的时候 过境美国的时候 也送了一颗签名球给陈伟英 那他这个是代表 就是他们对于球员的尊敬 在英文的 没有因为蔡英文做了一样事情 是不是都签多给他 蔡英文做了一样事情 就签了一颗签名球给陈伟英 那我觉得重点是他心里 但是不是在球场上 他是去拜访陈伟英 而且陈伟英没有要隐退 对 陈伟英送了两个那个 他们家的那个 对对 狗狗喝水的碗 那是交换纪念品 但是他刚刚质疑的是说 你怎么会签在球上 你应该签在金钥 像吴瑞哥讲的 他要要送人家东西 要签在他自己的写真集上面 你应该请他签个名保留 保留在高雄市政府 但是我觉得如果以蔡英文 也送签名球给陈伟英的做法 球本身 签名球本身 并不具备 就是说可能有点不理 好这个辩解可以接受吗 年话已经忍不住了 坐不住了年话 我身为一个棒球迷 我看到昨天那个画面 说实在我还蛮生气的 因为你知道 我觉得每一个政治人物 都要有这个体认 你到球场上去 不管你到任何球场 棒球也好 足球 篮球也好 是政治人物去沾运动员的 在观众席上就好了 还跑到那个场上去 人家的主场 那是运动员的主场 绝对不是政治人物主场 政治人物主场 不在运动场上 所以韩国瑜昨天那个动作 因为他是市长 那因为昨天刚好 这个隐退的最后一场比赛 在高雄举办 所以请市长来 我觉得无可厚非 你搬荣誉市民证 送他是要也无可厚非 你千不该万不该 不该在球上签名送给恰恰 那你知道恰恰怎么办 这个球是丢資源回收吗 因为我不曉得 哪个笨蛋幕僚给他这个建议 还是韩国瑜自己想出来的 他算是蔡英文害的 不是 学蔡英文 那个场合完全不一样 问一下陈维英那颗球还在那 那个场合完全不一样 因为蔡英文是过境美国 刚好因为陈维英在迈阿密 那总统去到 去拜反一个台湾人 那是我们的国民在那边有结束的表现 我去看看他帮手去 那陈维英回证他三个 那个狗狗喝水的狗碗 他们他迈阿密球队的那个狗碗 我觉得这个就是礼尚往来 这很很正常的情况 你昨天是人家恰恰的 隐退的最后一场比赛 然后在高雄 你去球场上送簽名球给人家 你不觉得这个这个事情是很离谱的事情吗 按照大家的讲法说 他应该牵在高雄示要的话 那蔡英文也应该牵在 比如代表国家的一个东西 送给陈维英 本国没有国药 所以本国没有国药 也没有荣誉国民政 重点不是这个球本身 重点是说他是给新威不妥啦 你要去帮 你要去帮韩国瑜去去圓 这个我也没意见 等他当总统再去送 还没 他现在还没做总统 可是我觉得这个这个事情 就是我们上礼拜不是在讨论说 要搞防火墙吗 我觉得这防火墙真的搞起来了 这防火墙是防止外面的人进来救火 我里面拼命放火 你们外面的人都不要进来救火 你不觉得这个礼拜是这样子吗 火都他们家自己在放 我随便举一个例子 李嘉芬要卖农舍这件事情 在场叶元支 你好像是他们的政策小组 政策小组 你事先知不知道 不知道 这么重大的事情 国民党没有人知道 你都你都不用跟国民党讨论一下 说我要卖农舍 那这个事情要怎么怎么处理 至少口径大家要先商量一下 怎么讲嘛 他不相信党中央 他批党中央不是吗 不是 你不相信党中央 如果你的团队够强 可以撑得起整个总统选战 我觉得也OK 也没有必要说一定要靠党中央 人家市长就这样搞起来的啊 那是市长 现在是总统 完全不一样的格局 所以啊 请问韩国瑜身边 有谁可以抄总统选举的盘 请你告诉我 有谁 没有人 由潘恒旭先从观光局上掉过去了 掉到定半去救火了 潘恒旭如果可以抄总统选举的盘 那我觉得台湾真的还 真的是没什么指望 基本上来讲 现在他的选举是不是真的要退场 这个让大家有非常多的呼应 韩国瑜不会退 可是为什么会传出说 他接受周宽王的访问的时候 说韩国瑜曾经被郭台铭 有好像提议说要给他钱 要他退 那是在初选阶段 那是周刊王记者问的 对 寇姐我们讲这个要很小心 因为现在两边都告红颜了 两边都要告 赶快讲 就是周刊王说 记者这样问 李嘉芬否认 是讲初选的时候 对初选的时候 周刊王记者是这样问 说听说坊间传言 在初选的时候 郭台铭曾经想要给韩国瑜一笔钱 让他退选 李嘉芬听到之后 马上说没有 没有这回事 只需误有 不可能有这件事 可是这个事情出来之后 郭伴很气 郭伴昨天痛批周刊 而且他觉得这个是 刻意制造舆论 带风向跟制造假议题 但是他顺便还骂了李嘉芬 建议韩夫人妥善处理农舍问题 不要转移焦点 哎呀韩夫人 跟韩先生你们惨了 郭台铭回来了 带着沙奥地阿拉伯王子的加持呢 那郭董呢现在叙事呆发 几乎就是要已经参选了 请教这个汪浩 你认为现在中美贸易战啦 这个以及香港现在今天的大逮捕啦等等的发展 对于郭台铭他要压制韩国瑜的这种气宝的选战会有什么样的帮助 会怎么演变 对郭台铭他曾经自己公开讲说 他现在主要关心的问题 一个是香港的局势 一个是中美贸易战的进展情况 但是我不太明白他为什么要到沙特阿拉伯去关注这两件事情 因为孙玉璇去过 大家记得吗小朋友们 这个事情跟这个沙特阿拉伯 但是不管怎么样 因为现在香港局势很紧张 这个香港警方在大收捕 今天抓了两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民主派人士 所以他昨天解放军 大量的军队和装甲运兵车进入香港吧 官方说法是这个换防了 但实际上看来是增援 因为他只有进没有出的嘛 对这个很重要 所以我想这个局势非常严重 明天的话本来香港的民间阵线 是要八三要大游行嘛 但是现在警方已经不批准 已经公开宣布他们不批准他们游行 我先看他跟韩国瑜跟郭台铭选情 因为韩国瑜有一国两制的这个 非常大的一个被质疑的角色 那如果说香港的选情 一直在演变到变成镇压 然后大家都认为对小英选情比较有帮助嘛 那郭台铭他第一时间就批一国两制啦 所以郭台铭取代韩国瑜就有正当性啦 对在这个问题上当然是 当然了在这个问题上 郭台铭是明确说的 他认为一国两制在香港是失败的 他有明确说了 但韩国瑜是进了香港的中联办 然后说第一时间说 他对香港情况不了解不知道 所以就是说他们两个人 对于在香港的一国两制发生的问题 他们的立场是不一样的 这一点起码公开的立场是不一样的 但是我自己对于这个郭台铭和韩国瑜的斗争矛盾 我自己的看法是认为我觉得 韩国瑜自动推选的可能性现在越来越高了 因为大家如何看 周年华说他爱那个30块一票的钱 不大家看这样 2015年换柱的时候 从柱柱姐被国民党推选出来到换柱中间经过90天时间 三个月 所以7月中到10月中换的 最主要的原因是不光柱柱姐自己选不上 这个问题不大 大家也本来不指望 主要是柱柱姐把国民党立委的选情彻底冲垮 那现在韩国瑜发生了同样的情况 不光韩国瑜自己选不上 而且会把国民党立委的选情也一块拉垮 这个母鸡带小鸡的功能完全发挥不了作用 本来人家他是在骂人家从东南亚来的鸡 现在他自己那个母鸡出问题了 那现在的问题是 我觉得现在才八月底 韩国瑜出现才一个半月 这个整个民调也好 他自己的表现也好 荒腔走板出了这么大的状况 我觉得他撑不到10月中 可是问题是郭台铭有一个第一个 期限就是917之前 他如果不表态 那他就失去了独立参选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他如果表态了 他就要被开除党籍 那将来如果韩国瑜有退选 那会是怎么样状况呢 很多人猜退选其实就是五退役上场 那郭台铭的选举已经是建在悬上 可是他的诚信问题 以及他有非常多被形容成为麻疹的 这个各种不同的公司形象上的故事 搞不好会被旺中集团用连续报道的方式 来揭露他怎么面对呢 我们马上回来 请大家继续锁定 民事台湾台 蜡新闻152 欢迎你继续回到蜡新闻152 来势汹汹的郭台铭 他坐着专机从沙烏地亚拉伯 回来了 他学了当年的行政院长 非常受到欢迎的孙玉璇先生的杀国之旅之后 回来要征服全台湾的选民吧 不过就在他回来之前呢 韩国瑜倒是躲起来了 他取消了他的夜宿 他也取消了今天早上的行程 今天下午的爱情摩天轮的简报 创了空前记录 只有30分钟 而且媒体不可以采访 那这就是韩国瑜市的市政建设嘛 不管怎样郭台铭在9月17号会正式宣布独立参选 今天已经由郭台铭的办公室 向各界做了正式的宣言 而这个发言人蔡建宇 他在说这话的时候呢 郭台铭他回到台湾 他说他还要再休息一段时间 现在是无声胜有声 郭台铭的这个飞弹究竟怎么样威逼 韩国瑜呢 我们来看一下郭董的最新动向 被问到郭台铭相关问题 韩国瑜什么都没回赶着离开 韩国瑜不想再节外伸枝 风口必谈 因为李嘉峰接受周刊专访 接着提问传言郭台铭初选时 答应要给韩国瑜一笔钱 希望他不要出来选 结果韩国瑜一口回绝 真的吗 李嘉峰回答 怎么可能从郭董投入初选 韩国瑜跟他从未私下碰面 传闻是子虚乌有 记者在问郭台铭在韩国瑜当选后 大售必卖芭蜡相挺 坊间也传出这是一种奇悦 李嘉峰则说 当时不知道他有意参选 只是感激他的爱心之缘 不知道会有后面动作 我认为当初接洽动机很单纯 给钱叫人家不要选这种 色鸭鸭腾的事情 其实是以前蓝绿之间 就是旧思维 还有这个黑金地方派系 一种权力交换的游戏 大家都知道他是政治素人 他不懂也不会 更不屑去操作这种情况 背报给钱要韩国瑜退选 郭台铭气炸怒发声明 先是痛骂周刊随便提出 无来源未求证的问题 刻意制造舆论带风向 然后迁怒李嘉峰 政治人物跟特定媒体 一打一唱制造假议题 民众眼睛是血亮的 建议韩夫人妥善处理农舍问题 不要转移焦点 那如果说有出现这样的传闻 可能要请这个杂志 或者是韩夫人 直接去请问国民党 即便受访时 李嘉峰马上否认有宋钱一说 但郭台铭认为是不单纯 怒骂对方跟媒体唱双簧 郭涵恩怨再添一笔 心结越来越深 要请教王浩田淡的时候认为 韩国瑜可能还是最后会知难而退 可是郭台铭的办公室 已经开始跟韩国瑜捉对厮杀 就抓到了李嘉峰说 这个初选呢 回答的时候说 初选有没有给钱这件事情 他这个是已经是争锋相对了 那郭台铭难道不怕 他被别人抓到任何可以批判的东西吗 包括他的公司 包括他个人 也包括他种种的这个 在选举的时候的诚信问题 当然郭台铭本身的问题非常之多 他在初选的时候 我们有谈过好几个方面的问题 那实际上现在中美贸易战的形势恶化 对于鸿海集团的经营 实际上有重大打击 所以你们看鸿海的股价 群创的股价屡创新低 那个但不管怎么样 郭台铭现在当然是黑韩大本营的总司令了 因为所有的黑韩的这个状况 除了韩国瑜自爆以外 很多都是蓝营的人 国民党的被开除的 全国民党党员提出来的 过去这一个多月 都是国民党党员们在提出 这个质疑韩国瑜的这个问题 能力 但是我自己个人一直认为 照目前的局势 国民党真的不能全党就议人吗 国民党那么多议员要选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郭台铭王金平退党参选 另分裂的话 那国民党这些议员就彻底完蛋了 就不要选了 那我觉得在现在这种情况下 还有几个星期了 国民党应该还是来得及 说服韩国瑜因病退选 那个韩国瑜主动退选 那大概在九月中之前 做出这个决定 因病退选的话 那国民党有 当初郭台铭不是有提过一个B计划吗 国民党有一个如果是 参选人有各种原因 不能够继续选下去的话 曾经有一个B计划 当时党中央没接受 但这个计划是一直有的嘛 所以郭台铭被征召初选 我觉得这种情况还是 理论上还是存在的 还是可能的 那这样的话 郭台铭和王金平也不需要退党 好 可是如果他九一七已经登记了 那国民党是不是在这个时候 就要开除他党籍了 换句话讲 如果真有变化 在9月17号之前 尤其是中秋节9月13号之前 是不是有一个大变盘呢 大家都在等待当中 可是郭台铭先生难道是完美无瑕吗 他这个在选举如果正式的登记之后 他的诚信问题 韩国瑜的阵营就可以把他骂得凑头啊 更别讲说刚才提到了 他的公司生活的状况啊 那也有人说 有非常多的资料正在等着伺候他 那现在的韩国瑜找出了朱立伦呢 这个团队啊 如果是韩朱沛 江启臣呢 就自己的选情是拉出了朱立伦 现在看起来江启臣不敢跟韩国瑜单独在一起 因为 是啊 他不敢跟他单独在一起 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指标 他不敢是这样子挂牌子吧 所以他要把朱立伦弄起来 而且朱立伦的颜色穿的衣服深 在视觉上这个比较大呢 这个比较小呢 江启臣的 江启臣的这个选举的这个宣传照 就透露出端倪了 韩国瑜被浅化 边缘化呀 不是吗 那现在的韩国瑜的阵营要救他们自己的选情 把潘恒旭 潘恒旭离开观光局到底是去帮忙 还是是被这个排挤 不知道哦 那你要你要先辨解什么 我想说其实基层立委 真的有受到很大的压力 特别是郭董那边 比如说新北市土城的林津姐 他本来是挂跟韩国瑜一起看板 然后好像郭振营那边就跟他讲说 如果你不把他撤下来 我听你们讲过很多次 这今天也是假的 说什么跟那个韩国瑜一起挂看板的候选人 是被郭台铭的阵营给威胁 就是说如果说你没有撤下来 他拿下来 没有没有拿下来的话 郭就要派人跟他选 这是我听说的啦 那但是你说 这是选举战略 也比较威胁 那先不管说他讲 你每个地方都这样 就大家会顾忌啊 就说因为现在基层 韩的这边跟郭那边的分裂的很严重 那很多郭的铁粉们 甚至还说要下架什么国瑜党 就好像列出很多名单出来 那现在要选举的人 他其实压力是非常的大 压力非常大 所以我觉得他们像江启泽 您刚刚讲的 他愿意把韩国瑜挂出来 其实我觉得他就是对韩国 一种肯定的啦 这是什么 到底谁比较清楚啊 那当然他也对朱立伦很肯定 他是希望促成韩诸铺 你们看看这个画面 第一眼看到的是朱立伦 还是韩国瑜 朱立伦啊 他这个画面好像是说 朱立伦要选总统 对这个深色的 这样这样的想法是因为 他是党提名嘛 所以一定要跟韩国瑜挂一起 可是跟韩国瑜挂一起 他又不放心 所以找了一个防火墙叫朱立伦 这以后你们的所有候选人都可以防火墙 可是现在看起来郭台铭的压力 他这个声势真的很强啊 尤其今天这个回来 全台湾的媒体啊 大概全世界都瞩目啊 可是瑞德 郭台铭如果正式参选 光是旺董这个集团就可以黑锅 黑到每天都有连续报道 不是吗 所以呢朱立伦就是讲说成功不必在我 但是成功一定有我 我不相信朱立伦会接受这个所谓 副总统的这个邀约 为什么呢 选过总统耶 当过主席耶 而且讲白了 事实上如果万一明年1月11号 韩国瑜那么选总统垮了 他垮了他还要阿弥陀佛 保佑自己的得票数不能太低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一旦他的总统的得票数太低的话 跟你保证五月的高雄市长罢免 他一定过 如果他的得票数还不错啦 输归输 但是得票数还不错 那么高雄市长罢免的气势还不会那么大哦 那如果他如果他得票数很低的话 那时候他如意算满 不是我如果输了 跟袁佩讲 回来高雄睡觉 你知道吗 当高雄市长 他如果得票数太低的话 五月会有高雄罢免哦 现在第一天三万已经 现在已经过了二十几万了嘛 对 所以你想想看啊 所以他千亿反而动全局啊 他垮了谁 在国民党的终身代里面 得力最大 然后最容易出头 他如果垮了 我相信吴主席也保不住啦 我讲白了啦 他也保不住啦 因为会有会有一个声音 一定强化他下来嘛 当然现在有一个理由了 如果十七号以前 郭台铭郭董出来选 他可以推给郭董吗 都是因为你 历史罪人是他 都因为你啊 你如果不出来就赢了嘛 就都因为你嘛 对不对 但是当到时候 一定会有一个势力 有一个呼声 要这个吴敦映主席 一定要下台 那新的权力架构 新的党主席 跟新的中生代接班人 会出来啊 二零二四年 大家一样也是挤破头啊 你知道吗 那但是挤破头的名单里面 就再也没有韩国瑜了 所以韩国瑜在总统大选 他只能赢不能输 一输就再见 所以他最好退选算了吗 还可以有高雄市长做 不行 他不能退选 他退选连高雄市长都没了 对 也会被罢免 他一退选一定高雄市长也会罢免 而且这样对民进党不好 所以他不能退选 民进党现在 坏啊你啊 住在对面的何博恩 都自己坦白在本节目讲了 我们民进党还没开始攻哎 你知道吗 黄沃墙里面已经失火了 而且还进不去 要灭火找不到窗口 可以涉水进去 你知道吗 所以现在就变得很尴尬 所以他要死守这20% 那个韩国瑜绝对不能低 低超过20% 有他说有基本盘 基本盘可能就20% 你知道 因为他不能低于20% 低于20% 民进党可能会下令 暂时不要攻打他 你知道吗 因为他一定 我跟你讲 站在民进党的立场很简单 韩国瑜 与郭台铭如果都二十几% 这样就OK了嘛 两边旗鼓相当 这样就OK了 那事实上 那么刚刚讲的是这个样子 当然这个潘恒旭 你觉得潘恒旭被调走是好事还是 因为他的职务应该不是负责 新的职务应该不会是负责推动 齐金甲山通知 韩温州动投 你知道吗 一定不是嘛 潘恒旭对整个团队 事实上就是扣分的嘛 李嘉芬也是扣分的嘛 韩国瑜是扣分中的扣分嘛 大家都在扣分 那算机没策语 假甘算就有嘛 那你不能往上加 就一直往下捡 那不行啊 所以必须要停损 那停损当然讲好听是说 哎呦 潘恒旭打空战很厉害 所以把他调回这个进种 对不对 然后帮他打 事实上是真的是这样吗 潘恒旭不断的扣分 比如说呃不穿鞋子去踩这个呃地板 然后说是接地气 嗯 然后呢 潘恒旭走了以后很 我个人都认为是高雄市政府痛失英才啊 嗯 为什么呢 因为邓紫棋就没了 阿诺斯瓦辛格就没了 好多东西什么东西都没了 你知道吗 但是问题就信口开河市 信口开河市的这样子的一个政治人物呢 他要去打空战 这一次的总统大选的空战 跟去年高雄市长空战不一样 因为去年高雄市长是在民进党不像话 国民党不争气 嗯 所以呢在那个范围里面呢 那再加上执政 民进党在执政高雄 前高雄县跟高雄市太久了 所以有些老百姓想说 啊不 我看看 然后再加上他很会 就是我们开玩笑堂讲说 外省挂的顺口六 就口才很好啊 你知道吗 我认识了外省挂的很多老大 他们的顺口才都非常棒 你知道吗 所以那一套 不然是给他个机会 是这个样子来的 还有网路的推波自然跟假新闻 那么当时的民进党无力还击 嗯 我们必须这样讲哦 当时民进党无力还击 可是经过一年以后 我们必须这样讲啊 所有的团队 你目前所有的团队 包括柯文哲在内 所有的团队里面 网路弄得最好的 反而是民进党 啊 现在在网路这一块 如何反击 如何澄清 如何用什么样的方式 接近年轻人 包括直播啦 包括用什么方式 经过教训了以后 我觉得那么民进党 有深自检讨 然后呢 改变扭转了这个态势 所以现在 网路升量第一名的 还是蔡英文啊 所以呢 事实上郭台铃铭啊 他从这个沙地阿拉伯回来 我觉得除了是要形塑过去的那个经济部 然后台电经济部 行政院长 真的是孙院长的形象吗 对啊 他就是要形塑这样子嘛 所以呢 来到沙地阿拉伯 为什么呢 你忘了吗 韩国瑜他的国政顾问团推出的第一道冷菜 是什么 核四嘛 他就用这个人员相关的 为什么 用台湾百分之九十几的 那个所有的人员都来自于国外 最重要就烧地阿拉伯 石油 你知道吗 那包括石油 包括什么 他他告诉个各位说 我有国际关 嗯 我有国际关 另外在端还在强调六岁以下孩子国家养 你知道吗 我会把你处理的干 不要小看这个议题 嗯 民进党已经抛出了 从八月一号开始有很多年轻人的 那么小家族的 然后包括什么 有很多的这个议题了 然后呢 这个东西确实可以打动一些父母的心 嗯 我们必须这样讲 所以就俗称中间选民跟年轻人 另外那么大家现在都要去趁郭台铭 柯文哲也要来趁郭台铭 为什么呢 因为他趁他的原因是 他的民众 台湾民众党呢 需要区域立委哦 此起彼落 这个在蓝绿都不要的情况之下呢 他的候选人能够当选的几率 非常非常的有限 但是他当然想要不分区嘛 嗯 那我问你啊 这几天不是有亲民党的人 一直出来一直讲 一直讲一直讲 对不对 那何尝不是也是为了这个势头嘛 嗯 因为这次的选举呢 有几个政党 我们明年1月11号晚上就可以知道了 一定会泡沫化 肯定会泡沫化 那所以呢 大家要赶快来急着蹭他嘛 不过今天好像郭振英这边 有特别强调 不会接受亲民党的这个 对他要独立参选 所以9月17号以前啊 那我个人对对这个 呃郭台铭啦 还是王金平啊 他们信仰官公信仰 妈祖信仰土地公 所以呢 对于黄道集日 我觉得很重要 那哪一天是黄道集日 你算过了吗 你知道吗 中秋节前后三天都是坏日子 哦 所以呢 9月16号 9月16号日子最好 尤其是定盟 他不是郭王朱吗 对不对 郭王那个柯嘛 对不对 王国柯 定盟 然后呢 丧凉 开发 然后所有一切 那天最好 9月16号 王瑞德说是这一天 9月16号最好 如果真的这一天的话 王瑞德要请吃鸡排 你 你 你 才对 你送死人家 送到什么关系 但是千万不要中秋节前后 好 中秋节大家要去烤肉过节 你这个省省吧 让我们过个好假期吧 可是他去沙兽地阿拉伯 是真的要 形塑孙玉璇形象吗 我觉得不是这样子 因为首先 我们先知道 那个郭台铭去沙兽地阿拉伯 是应孙正义的邀请 这个孙正义呢 在日本他有软体银行 那他呢 也有arm 就是一个科技电信大亨 那为什么孙正义会邀请 这个郭台铭到沙兽地阿拉伯去呢 原因是因为过去这三年 就是孙正义有一个基金 叫愿景基金 专门在投资新创事业跟科技 然后呢 背后有沙兽地阿拉伯国家的主权基金 那一千亿美金里面 大概有六百五十亿美金 都来自于沙兽地阿拉伯的主权基金 那么这个基金呢 在过去几年的时候 因为投资太大胆了 所以让沙兽地方面很不爽 然后沙兽地阿拉伯方面呢 其实又对孙正义提了一个要求 我希望你能帮我们来阿拉伯 建立我们的科技业 那好啊 郭台铭带着国家队去啊 对因为孙正义自己 就不是经营科技业的嘛 那孙正义看了很多投资 那这方面谁最有对他最有帮助 就是他的好朋友郭台铭嘛 所以他当然就邀了郭董到那边去 所以不是单纯的为了能源政策 因为这也很奇怪 台湾的石化业真的转型啦 或是要升级啊 这个我觉得郭董能够帮的忙 在这个层面应该是比较少的 但是不管怎样 他在来营里面是有诉求 这个孙亦轩啊 跟蒋经国现身时代的选民的 这样的一个帮助嘛 可是我要请教你的是 最近我看到很多的政论名嘴啦 或者是这个相关的了解郭台铭的人 他们都在脸书上面 或是在他们的文章里面 就稍微透露 像东豪就说 九月四郭台铭出马整月 然后呢 他还有人写说 有人手上有笔录 那上衣服也说 你在美国的公司 讨漏税认罪协商 还有其他等等等 那郭台铭过得了 被检验这一关吗 总统八代全部都要给你捞出来耶 他准备好了 好要先讲 郭台铭到底会不会出马整 这件事情呢 取决于他到底有没有要参选 那依照目前看起来 他应该参选机会很高 要不然他今天就不会回台湾 接受访问的时候说 如果他当选的话 台湾跟沙烏地阿拉伯的签证费 会从八百块美金下调 到八十块美金 因为这句话呢 如果我当中华民国总统的话 还要八十块就零块就好啦 就是郭董补助嘛 会不会我不能买 外界人是幻象到这样 这有会选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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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能发生这些 所有签证费都国家出 重点是郭 先拉回来 就重点是郭台铭 如果真的要选总统的话 就一定会遇到出马诊 这成功好说的耶 因为我所了解的是 就是已经有人收集好 他的一些资料 那么这些资料呢 是等着郭台铭 如果确定要选总统之后 就会陆续丢出来 什么人啊 韩国瑜的人 国民党的人 还是他们民进党的 蔡英文的阵营 有国民党的人 也有媒体圈的人 这已经讲很多了 媒体圈有一个大的党 对那个党还蛮大的 然后他们会有人 把资料陆续丢出来 但对 然后重点是呢 就是郭董 自己知不知道这个状况 他其实也知道 所以郭台铭 他自己的这个辩论小组 应该说议题小组吧 反正他有一个 类似政策议题小组 或是辩论小组 他们了解 郭董的麻疹的状况吗 我不确定 他们了解到什么程度 但是我 我只知道 就是说他们有一个小组 在做负面议题的攻防 然后在做这方面的准备 但是那个麻疹会出到多声 我不知道 但是问题是说 这个状况会不会发生 会发生 所以郭董 其实大概 如果他真的要选的话 他应该也做了一些心理准备 只是说 这个情况 像你刚刚讲的 像认罪协商 他们是这几天 已经出来做了一些说明 只是后面 我们都知道 其实最精彩 跟最有杀伤力的 应该还不是这个部分 其实我讲白了一点 还是私德的问题 但是这个私德 究竟会不会被攻击 像川普就完全没有被攻击到 对不对 那可是我真的是要 奉劝一下郭振英 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因为郭台铭董事长过去 有太多的报道 垂首可得 什么插周刊 什么都有 那除非你做好一些说字 逢外情 否则 对 我瑞德说 是有根据的 我自诚心建议 你过去 你虽然非常的 这个 刺叉风云 可是你选总统 就叫做总统候选人 逃不过任何检验 就跟韩国瑜一样可怜 刚才讲韩国瑜的笑话 我还忘了 他说那个 大仓九合饭店 要去盖房子 要去盖旅馆 他们只会经营旅馆 他们不会盖旅馆 大仓九合下的半死 大仓九合是好的旅馆 全世界都是最优的旅馆 日本的玉山家 大仓九合 跑高雄去 结果弄半天 那个叫做大和 这就是韩国瑜 我哭了跟Yamato不一样 所以你怎么看这个 现在郭台铭已经来势汹汹 那这个来势汹汹的这个状况 谁能够挡住他 那在这个工坊里面 会双死吗 我觉得最近 最近遇到一些民进党朋友 他们觉得 我觉得他们最近还蛮累的 要保护一下韩国瑜 然后要塞郎一下郭台铭出来选 就真的还蛮累的 你看何博文的表情 是啊 我想真的 我们现在想连攻击的版面 都不给我们 因为国民党抢着攻击 哪里内部丢的资料 就已经丢光了 你们都被边缘化 你刚刚讲到那个郭台铭 说他出来会怎么样 说有一个媒体集团 有一个像政党一样的媒体集团 那也一样是他们自己人 说有什么可能的 什么婚外情绯闻 什么陶肉碎 这哪一样是什么 我们要跟他就国家大政方针 来辩论 现在连这样的机会都没有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 我现在先替这个国民党的立委 想一个办法 因为你知道照理讲 全代会之后 应该是总统跟立委的 这个看板就要出来了 他们七月就开全代会了 那因为全代会出来之后 就会有一个 例如说台台湾安全 人民有钱 这个slogan主轴定调之后 看板就会陆续出来 那我们大概九二八之后 我们的全代会 确定之后 我们一个竞选主轴出来之后 那个总统跟立委的看板 一定都陆陆续续会上 那现在到底要怎么办 我是建议国民党的这个立委 你干脆就这样 你还是先跟韩国瑜挂 但是旁边留一个框 就好像我们以前啊 那个参加这个登记的时候 我们还没抽号码 我们都会先留一个红框 有没有 等到抽到号码之后 我是抽中一号 再上去 你旁边赶快先留一个框 给这个郭台铭 那等到他如果正式宣布参选 国民党要运作这种 所谓的这个 这个逼寒 退寒 或者这个气宝时候 这个 再把它剪掉 对 有一个空间 用基础就好了 其实我觉得郭台铭 如果参选的话 我觉得他自己真的要想清楚 因为 政治跟经营企业最大的不同是 以前在鸿海集团 你郭董说的算 而且我相信你身边 没有一个人敢跟你有不同意见 甚至对你讲难听的话 这是企业 但是当你变成候选人的时候 你身边一定要有人 跟你讲难听的话 因为你会你会犯错 你犯错的时候 这时候身边幕僚很重要 就有没有人 能跟你讲难听的话 目前看起来 郭董身边没有这样的人 那刚刚讲到检验 一定会被检验 而且我跟你讲 那个检验不会来自民进党 绝对是来自国民党 我跟你保证 因为了解郭台铭的 都是国民党人 对 就像现在对 现在对韩国瑜 所有的检验也是来自国民党 为什么 因为民进党对韩国瑜真的不熟 他省引了十七年 根本没有人 没有几个人认识他 所以所有对他的检验 都是来自于国民党 一样的道理 所以我可以预料了 假设郭台铭在九月中宣布参选的话 联署階段 联署階段 基本上大概不太会有公事 因为不想帮他造势 不想让他这个联署突破这个几十万人 等到他一旦登记之后 十一月中登记完之后 才会出杀手件 一定会出 开始 开始会先暖身 然后大概杀到十二月 这时候我们就看国民党 还有看那个某媒体集团 要怎么去出手 然后民进党呢 这时候其实也没什么事 你就 民党是玩音的 没有 就好好把 我讲是玩音系 就好好把政策讲清楚 但是民进党 其实可以利用这个喘息的时间 好好把立委的选情 好好的去处理一下 因为其实现在立委的选情 对民进党来讲并不乐观 好 民调上面 蔡英文是大过民进党 对 没错 所以其实民进党 今天的最大的危机 对 这是党中央要去面对的问题 就是为什么蔡英文会大于民进党 应该是两边趋近 这是比较合理的 就像现在是国民党大于韩国瑜 这也不正常 这也不正常 就正常来讲 总统候选支持度 稍略大于政党是合理的 因为总统会有一些中间选民 但是政党不见得会有 可是当你两边的支持度 如果差到10%以上 那都是不正常的 郭台铭先生不要掉以轻心 他身边确实 如果你身边没有那种魔鬼代言人 这个扮乌鸦的人 你要想清楚 那我不知道怎么做 如果问我的建议 他自己先告白一下 把他以前做过的事情 全部都讲出来 我曾经迷失过 迷乱过 韩国瑜用这一招成功 在不到新的方向 可是问题是韩国瑜 过去还有很多 都被人家翻出来 但是不管怎样 这个会很鲜心 我都还替郭台铭先生的家人 捏好几把冷汗 不管怎样 进厨房就不要怕热 对不对 好 但是在2020的总统大选当中 有国际因素在影响 其中最大的就是香港的局面的发展 今天黄之锋 陈浩天 什么陈子杰这些人 全部都受到了干扰 而陈浩天昨天晚上要出境 被逮走了 到现在没有消息 黄之锋今天是在地铁站 大光天化日之下 也被捕走了 接下来是哪些人被逮走呢 8月31号 如果大游行不成功 或者是大游行还上街 真的会除了左轮手枪之外 还有其他的所有的什么坦克车呀 什么其他的武力的攻击跟镇压吗 9月1号要轻攻香港 好像有这个说法 要不然就10月1号 这种情况 难道不会对台湾的选情有影响吗 今天网路上很多人就说 黄之锋被捕 陈浩天被捕 请问你柯文泽 你说什么 请问你韩国瑜说什么 那再请问郭泰民跟蔡英文 他们又会有什么样的 选民支持度上的变化呢 我们来看香港的发展 831民政大游行前夕 港警大动作逮捕民主人士 包括主张港独的前民主党召集人陈浩天 在机场出境时被警方以涉嫌商人罪名拘留 没想到隔天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 前常委号称学运女神的周婷也接连被捕 其中黄之锋是在上午前往海夷半岛地铁站途中 突然被人推上轿车 接着就被押往湾载警署总部 黄之锋是接受交通部长林佳荣成立的 光合教育基金会邀请 预计9月初来台访问 还将拜会民进党 不谅行前却突然遭到逮捕 目前仅知警方以三项罪名抓人 包括三货 组织及参与未经批准集会 同时也和6月21号呼吁示威者包围警总有关 不过警方拒绝透露详情 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今天早上 在前往地铁的时候遭警方逮捕 而另一名成员周婷也在家中被逮捕 两个人都是送到湾仔警署 不过对于确切的罪名警方不愿透露 相关单位已经安排律师了解被捕事宜 这种制造恐惧的一个手法 其实一直以来在香港里面都是存在 尤其是在雨傘运动的时候 已经是显得非常清晰 所有运动的搞手都是被拉去肉中 而去到现在我们看到的只是变本加厉 港警大肆抓人 引发港人陷入白色恐怖 如今明镇发起831集会和游行 也全被港警发出反对通知书 明镇30号也提出上诉 反送中相关人士这两天不是遭到攻击 就是被警方逮捕 其中29号反反送中人士 发起声讨明镇行动 现场更演变成两派支持者护骂 明镇召集人陈子杰 事后与友人吃午餐 竟然遭到蒙面男子攻击 友人挺身阻挡而受伤送医 另外光复元朗游行申请人钟建平 也恰巧在同一天遭攻击受伤 中国官方的环球网报导 深圳湾的武警29号再度进行防暴演练 内容多与香港近日爆发的几名冲突相似 现场还出现水炮车等装备 仿佛是向港警示范如何镇压示威活动 驻港解放军的大批装甲车 29号清晨出没在香港多条街道引发争议 对此中国国防部又再度上演官方回答 港警和北京当局持续恐吓港人 但民阵不放弃31号仍会上街发声 更呼吁民众不要害怕和民阵一同勇敢表达诉求 这个香港的大逮捕就在9月1号之前8月31号游行之间 显然情势是越来越危急险峻了对不对 对看来这个形势比恶化的非常之快 因为过去两个多月香港警察已经逮捕了将近900个参与游行的人士 但是这两天他们是非常有针对性的逮捕他们认为的幕后黑手 或者他们认为的反对应动的领导人 这些领导人并不是在游行过程中被逮捕的 是在一个这两天是在一般的公共场合 在飞机场在地铁站在家里 完全是无预警的这个去逮捕他们 那可见是一种这个全面性的逮捕秋后算账了 而且是想要这个尽快的把这个反对力量 这个民主力量从领导层把它打垮 这样一个方法 但是这个我觉得会激起激发香港的年轻人和香港的反抗运动的群众的这个反抗 因为香港这一次运动跟一般的群众运动很不同的一个地方 它实际上并不是一个有明确的核心领导层的这样一个运动 很多人是所谓be water 是一种这个群众自发的 特别是学生组织自发的一种状况 所以你即使抓了黄之锋 你抓了这些人 不见得能够把这些群众运动压得下去 有可能会反而是有一个反作用 这个反作用会影响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说你有可能对于这个反对运动中的激进分子 做一些这个这个沟通的对象就完全断掉了 就是政府可以跟反对派沟通的这个可能性就不存在了 你都不知道去跟谁沟通 那这个会使得这个矛盾实际上会激化 它的目的是干嘛 是吓人威吓 它是吓人威吓 那你们不敢再上街 是吓人威吓 但是我觉得有可能会起到反效果 因为过去它就背后没有大台嘛 对 没有大台 没有这个领导人 完全是靠刚才讲这个Be Water 就是他们大家都是潜水一样的 那透过网路科技 就是各种不同的这个社群网站 或是各种的这个群组的这种联系所形成的 但是他今天的这个大逮捕 他会造成国际之间什么样的这个抨击 或者说什么样的一个效应 那他难道无忌于国际舆论对他的这个批判吗 他好像有时间表耶 不是吗 今天是8月30号 他从29号开始抓人 今天陆续抓 明天本来有大游行 他把你取消了 完全是一个戒严国家 警察国家的一个做法 那美国已经威吓他那么久了 他为什么不怕 这是中共的10月1号以前要清空香港的 反送中跟抗议活动的一个指标吗 当然是 他们是希望10月1号以前 把整个这次香港反送中运动能够镇压下去了 但是他们昨天前天 林郑月娥实际上已经公开威胁 他有可能在香港动用紧急法 那这个香港紧急法本质上 如果实行的话就是在香港戒严了嘛 那但是他现在实际上还没有宣布要实行紧急法 但是警察所做的行为 已经像戒严了 本质上是已经像在戒严了 到处去抓人嘛 在这个公开场合这个随便抓人的这种状况 那现在问题就是说全世界都在看啊 香港是一个国际这个媒体关注度非常高的 信息非常流畅的地方 不像是在新疆啊 你抓的人大家都不知道 香港不可能不知道的 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消息是全世界很快大家都知道 所以全世界都很关注嘛 然后昨天晚上解放军这个 这个 就是换班 换 换防 部队换防 部队换防 大举进入 你刚刚讲了他只有进没有出 换防是应该有进有出 对 正常的换防都是有进有出的嘛 而且第一他进来了大批的这个先进的武器装甲车这样的状况啊 以前没有过 第二就是他目前大批进来的人 并没有看到有大批的人出去嘛 换防都是有进有出的嘛 所以实际上这个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换防 这明显是真援部队嘛 就本来香港大概有6500个左右的解放军 那现在到底香港境内有多少解放军 实际上很不确定嘛 好 这个各界全世界爱好民主自由的人士 大概都对香港感到忧心 在台湾呢 各个政治人物会被逼问 可是呢 民进党的蔡英文 总统跟民进党人大概比较不会被怀疑 他必须有一个更强烈的立场说明 今天国民党已经第一时间说了 要尊重相关人士所赋予的法律的权利 这好像也是废话 那可是呢 香港的情况对于台湾的选情绝对有直接冲击 我觉得香港政府也很奇怪 他抓的这两个人至少先抓的 陈浩天跟黄之锋 在台湾知名度非常高 对 没错 尤其是黄之锋 他对年轻人来讲 他有充分的号召力 黄之锋本来下个礼拜要来台湾 那林佳龙的这个请他来参加一个基金会 结果你把黄之锋抓起来 那台湾的年轻人大家都知道了 散播出去了 那选情对谁有影响呢 当然对国民党高度不利啊 我觉得国民党的人包含一些支持国民党的学者 常用剪刀枪来形容蔡英文 对就香港反送中运动这个事情 但是我觉得这样的形容 其实不禁客观 这把枪明明就丢在地上 那你国民党的人为什么不去剪 为什么你为什么你不去剪这把枪 这个其实不是说突然一把枪在地上 然后我剪刀拿起来就可以用 倒不是你必须去观察他过去几年来 他有没有一致的理念跟他一致的行为 你这个时候国民党这时候如果突然剪刀枪 这个讲话比蔡英文还强硬 大家可能会觉得很奇怪 现在发现什么事情 所以大家会不太相信 那其实我觉得中国对香港最近的动作看起来 我觉得我是蛮担心的 他们常常复制愚蠢的做法 对啊就是你看嘛 他林郑先恐吓你说你再不听话 我要宣布戒严了 再来解放军调动解放军部队调动 可是二十九号凌晨 可是中国的新华社在三更半夜凌晨 快四点的时候主动发布新闻 这是以前从来没干过的事情 他为什么主动发布新闻恐吓你嘛 我解放军进来了 你要小心喔 他用这个方式告诉你们 我们军人进去了 对我们军人来了 好那刚刚温昊讲说那你进来到 照理说原本驻港六千五 那你应该是进来六千五出去六千五 这个才叫部队移防嘛 那你到底进来可能搞不好不止六千五 那原来六千五又没出去 香港现在到底有多少解放军 没人知道 所以这个问题 连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海力他都看到 为什么海力昨天会特别警告 他也提醒美国政府说 如果中国用武力镇压香港 下一个就会轮到台湾 为什么呢 因为他告诉国际社会 如果中国今天对香港用武力镇压 而国际社会没有反应的话 中国北京跟习近平他会误判 他说我敢对香港动武 你们国际都不敢追我怎么样 那我下次我就弄一下台湾 我看你们敢怎么样嘛 所以海力其实这个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 他在提醒美国提醒国际社会 同时也提醒台湾 中国一旦对香港使用武力的话 那如果我们没有做适当而正确的反应 那下一个就会轮到台湾 所以我觉得这个印象是长期 因为刚好今天美丽岛电子报公布了 他们八月份的国阵民调 这次问了一题非常有趣 他问说 呃他问了就我们的历任的总统 从这个蒋介石以降历任总统 哪两位最能保卫国家避免中国侵犯 结果调查出来第一名叫蒋经国 大概四十七点多 第二名叫蔡英文大概二十八 包含蒋介石 陈水扁 李登辉 颜家干 马英九 都在排名后面 而且都很低 大概都只有十趴 甚至连十趴都不到 所以这个就呼应我刚刚一开始讲捡到枪 那个印象不是说突然一把枪掉到地上 我去捡起来 那是长期累积下来的印象 就是说在现任的总统 就是还活着的总统里面 除了 蔡英文是被公认为最能保卫国家 避免中国侵犯 而这个事情 我当然不希望香港事情持续恶化下去 我希望他能够有一个圆满而顺利的解决 可是看这个样子 目前看起来 连这个明居正老师都认为说 现在是火车对撞 就因为双方都无法让步 香港人是水已经淹到鼻子了 再让步他退一步 既无死所 北京呢 是我让步的话 我可能整个共产党的统治正当性会垮掉 所以现在双方都不让步的情况之下 说实在我对香港的情势还蛮悲观的 可是他这个人 现在就是用杀鸡紧口的方式 他先抓人 而且有节奏27号 他说考虑所有法律手段 制暴直乱 然后香港有紧急法 紧急情况条例 行政长官会议认为 紧急危害公共安全时 不需立法会通过 就等于可以发动戒严 新华社 这是故意的 他知道大家都不会相信是轮换 可是他告诉你 我解放军进去了 解放军进城了 然后开始抓人了 这根本就是六四 天安门事件的重新的复制 这个太可怕了 而且更不可思议的是 台湾人有被抓的这个状况 有一位台湾人过境中国失联 因为他很可能被认为说 他有参加在这个香港的这个这个活动 那到底是怎样 他他只是他不是人去 他只是声援 对对 王浩要小心 原知你们国民党现在怎么办 就对我国民党当然是一个危机 因为我们内部有做民调 韩国瑜的民调下来 其实有三个因素 第一个因素是郭柯王整合的问题 第二个因素就是 大家用显微镜在看韩国瑜 第三个很重大因素就是反送中这个事件 那共产党在反复权 我觉得现在共产党根本就没有在管 台湾的选举 我觉得他先顧自己 他都先顧自己 比如他现在对美国也非常强硬 大家发现说 当美国可能会考虑缓 缓对那三千亿的那个降低冒 那关税的时候 就没有想到共产党自己针对他们 进口的七百五十亿去提高 提高那个关税 所以现在外界评估说 共产党因为自己不选举嘛 所以他宁可就是说好 那我GDP降一个降两个 我也要让你川普难看 因为川普他也要遇到选举 我就跟你撑 所以现在中共他在做什么事情 没有在管人家 那我们现在 所以如果是按照这样思维的話 万一万一只要再有一个香港人 或者是大规模香港人遭受到武力的镇压 或者被逮捕的话 那大家就会觉得 那国民党你们是比较亲中的 你们还要跟这种人去和平交流吗 那当然我们选情就會受到影响 抗中的这个集团当中啊 加入民进党 但可是我觉得我们 我觉得我们 国民党一直是被 有点被污名化 因为你们被污名化 你们自己污名化自己吧 不是 因为我们并不是亲中 我们是主张合中 進中联办的人叫韩国瑜呢 他去中联办 他只是去为了去 撒紫一下 他也不是说支持他的一国两制 郭台銘叫他不要去中联办 所以现在对郭台銘 郭台銘是我们现在的对手 所以他当然会这样伤我们 我以为你对手是蔡英文 因为我现在讲到郭台銘 因为刚刚都没有机会回应 我觉得 我觉得我们套一句王世间的话 我们国民党泱泱大党 郭台銘如果要出来选 就赶快出来选 我们给他一个机会 让他输 但是郭台銘也不要一直用奥薄 譬如说前几天故意抛出一个调和式民调 所有统计学者专家都没有听过调和式民调 不同的民调把它调和在一起 把它调整成符合总台期望的民调 所以现在只有郭台銘对上蔡英文才有可能赢 韩国瑜对蔡英文会输 所以说去操作是不是国民党换鱼 是奥薄啊 因为郭台銘自己也很清楚 知道国民党不可能换鱼 那他为什么样子这样抛这个消息出去 因为让换鱼的话题继续延烧继续乱 那韩国瑜的民调就会一直在低档盘徨 他就可以气饱 他就奥薄啊 也不可能气饱 但就奥薄 叶元芝今天讲话是最令人觉得 诈意凛然的一句话 郭台銘你快点出来 让我们让你输 对的 先王世杰 对的 因为伸头也一刀 缩头也一刀 今天郭台銘 郭董跟他的阵营 听了叶元芝这样大意凛然的话 搞不好明天就宣布了 如果不出来的话 你就是叉叉叉 我讲真的 你就是叉叉叉 不是人家都已经跟你校正了嘛 对不对 有种你就出来啊 有胆你就出来 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郭董的发言人 在每一场正认活 正认节目 都在跟我们校正 对对对 没有听懂啊 好吧郭董你就出来吧 他就是这样子嘛 然后呢事实上啊 这个我觉得蛮尴尬的 就是说中国国民党 因为今天面对黄志峰 他们这些人被抓 中国国民党的反应是希望香港政府依据法律规范 让他们享有法律赋予的权利跟保障 他就就就只敢这样讲啊 为什么不敢得罪 不敢得罪老共嘛 因为很简单嘛 他就尴尬嘛 然后呢年轻人啊 这些啊 那么反国民党 然后后来啊 蔡英文那个民调不断的攀升 不就为了这个事情反送中吗 因为那一向比较对政治冷感的年轻人 突然间发现就是那个芒果干啊 亡果感啊 突然间发现有危险耶 有一天当我不能在网路上继续这样子 玩连线游戏骂来骂去的 我连上个Facebook都不行的话 他们会有这个感受嘛 还有啦 建政七十周年十月一号以前 中国共产党一定会处理香港问题啦 他不会让香港乱了 就像现在出来游行啦 集会啦这样弄到十月一号啦 这就是香港 不过他有点像是法轮功取缔前那半年 先修正完毕 带头的全抓 你知道吗 他会带头全抓 新华网 人民网都已经说 大快人心都用这种嘛 他都准备好了 包括抓的 包括收正的 包括媒体 全部都准备好 把带头全部抓了以后呢 让你们这段日子里面 没有蛇无头不行 这才是真正的目的